乡下人的悲歌第六章,阿妈关于这种安排给我造成的影响,所知甚少,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我故意不让她知道的。 当我搬去自己新任继父家,几个月后的圣诞节假期里,我给阿妈打了个电话,打算向她诉苦,但当她接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到电话里面家人们的声音。 我想在场的有我阿姨,还有盖尔表姐,可能还有其他人,电话里面的背景声音,传达出的是假日的欢乐。 所以,我不忍心告诉阿妈我本来要说的话,说我讨厌和这些陌生人住在一起,说那些曾帮助我忍受自己生活的东西,在阿妈家的避难以及我姐姐的陪伴,看起来早已不复存在。 于是我让阿妈告诉我,从电话的背景音里听出来的每个人,说我爱他们,然后就挂掉电话,上楼看电视去了。 我从未感觉到如此的孤独,所幸我还是在米德尔顿的高中上学,因此,就能和以前学校的朋友们保持联系,也能偶尔在阿妈家待上几个小时上学期间。 我每周都能见阿妈几次,而每次我见到她的时候,阿妈都会提醒我好好学习的重要。 她经常说,如果我们家能有一个人成功的话,那肯定就是我。 我不忍心告诉她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她对我的期待是成为一位律师,一名医生,或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高中的辍学生。 但从我当时的禁地来看,辍学才是最可能发生的。 阿妈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在一个早上。 那次,母亲过来找我要一份干净的尿液样本。 前一天晚上我在阿妈家过的夜,当母亲发狂似的,气喘吁吁地走进来时,我正准备去上学。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母亲的不定时代,接受护士局的尿液检查,而那天早上,刚有人打电话通知她,需要在当天交上一份样本。 阿妈吃过六片处方药,所以她的尿液也不行,因此剩下的只有我了。 母亲提出要求时,好像就是理所应当似的。 她没有丝毫的悔恨,完全没有一种让我去做一件错事的感觉。 她也没有因自己再次打破了,再也不滥用药物的承诺而感到丝毫的愧疚。 我拒绝了,当感觉到我的抵制后,母亲马上变了一个人,她开始变得又是道歉,又是绝望,又是哭闹,又是祈求,我保证以后会改。 我保证我早已听过太多次了,所以我一点也不相信。 林赛曾对我说过,不管怎样,母亲是一个从不幸当中挺过来的人。 她挺过了自己糟糕的童年,挺过了来了又走的一个个男人。 她已从一次次的轻微违法行为中挺了过来。 现在她又在尽一切努力。 想挺过护士局的这次检查。 我爆发了,我跟母亲说,如果她想要干净的尿液样本的话, 她就应该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一团糟,然后从自己的膀胱尿出来。 我跟阿妈说,这次如果帮了母亲,只会让情况更糟。 而如果阿妈在三十年前能坚定自己立场的话, 现在母亲也不会求着自己的儿子,给她一份干净的尿液了。 我跟母亲说,她是一个糟糕的母亲, 然后跟阿妈说,她也是一个糟糕的母亲, 阿妈的脸色沉了下来,变得连我的眼睛都不想看。 看来我说的话明显击中了她的要害。 虽然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 但其实我当时知道,自己的尿液可能也不干净。 母亲摊坐在沙发上,小声地哭了起来, 但阿妈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 即使我的话伤害了她, 我把阿妈拉到了厕所, 小声地向她坦白烂, 说,我前几个星期抽过两次肯的大麻烟枪, 我不能把我的尿液给她。 如果母亲把我的尿拿走了, 我们两个就都有麻烦了。 首先,阿妈宽慰了我的担心。 她告诉我,在三个星期间抽几次大麻, 不会被查出问题的。 另外,你可能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 就算你是这稀了, 也肯定没稀进去。 接着阿妈就提到了这件事的道德性, 我知道这是不对, 宝贝, 但她毕竟是你的母亲, 是我的女儿, 而且, 如果我们这次帮了她, 也许她真能吸取教训, 这正是我们最终的希望。 对此, 我当然不能拒绝, 正是在这种希望的驱使下, 我参加了那么多次戒毒互助会, 看了那么多关于成瘾的书, 有尽自己所能参与到母亲的治疗当中, 正是在这种希望驱使下, 我十二岁时的那次才会上了她的车, 即使自己当时知道她的精神状况, 有可能会让她做出自己过后会后悔的事。 阿妈从未放弃那种希望, 虽然她经历过的头痛和失望, 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阿妈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 教人怎样对别人失去信心的诊所, 但她总是能找到信任自己所爱的人的方式, 所以我不后悔自己当时心软了, 那次把自己的尿液样本给母亲是一件错事, 但我绝不会后悔, 照着阿妈的话, 做了她对人的希望, 帮助她在与阿公艰难的婚姻之后, 还是原谅了她, 也正是这种希望, 让她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把我收留了, 虽然我照着阿妈说的做了, 但那天早上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破碎了, 去上学的路上, 我的眼睛都哭肿了, 心里也在后悔自己帮了母亲几个星期之前, 当我和母亲坐在一家中国自助餐馆里面时,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徒劳的尝试, 把食物咬进自己嘴里, 就算到了现在, 这次回忆还是能让我大动肝火, 母亲既不能睁眼, 也不能合上嘴, 食物被勺子咬到嘴里后又撒在盘子里, 其他人都在盯着我们看, 可哑口无言, 而母亲则毫无察觉, 是一个处方止痛骗让她变成了那样, 我因此而恨她, 并暗暗对自己承诺, 如果她再碰毒品, 我就离开那个家, 这次尿液样本的事件, 也是压垮阿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我放学回家后, 阿妈告诉我, 她想让我一直和她住在一起, 再也不要搬来搬去了, 母亲看上去无所谓, 她说自己需要休息, 我想是从当母亲的职责中休息吧, 后来她和肯也没继续在一起多久, 到了我高二结束的时候, 母亲又从肯的家里搬了出来, 而我已经和阿妈住在一起了, 再也不用回到母亲和她的男人们住的地方了, 不过至少她通过了那次尿液检测, 我当时搬家的时候都不用怎么收拾, 因为当我到处搬来搬去的时候, 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放在了阿妈家, 当初搬去肯的家时, 阿妈就不允许我带太多东西, 因为她觉得肯和她的孩子们, 会偷拿我的袜子和衬衣, 虽然我喜欢和阿妈住在一起, 但这次搬到她家, 从很多方面, 对我的忍耐度都是一个考验, 我仍然有那种, 自己是阿妈的负担的不安全感, 更重要的是, 阿妈这个人本就不好相处, 因为她思维敏捷, 而又说话刻薄, 当我没把垃圾拿出去的时候, 她就会跟我说别像个懒蛋一样, 当我忘记做家庭作业的时候, 她又会称呼为笨蛋, 并提醒我, 如果我不用工学习的话, 终将一事无成, 她还非得让我和她一起玩扑克, 通常是金螺美, 而她从来就没输过, 你是我见过的排气最臭的一个, 她经常洋洋得意地说, 多年以后, 我家的每个亲戚利益, 吉米舅舅, 甚至还包括林赛, 都会反复提到, 阿妈那时候对你太严厉了, 实在是太严厉了, 她在家里有三项规定考个好分数, 找份好工作, 还有别他妈偷懒过来帮我, 没有特定的家务清单, 不管她在干什么, 我都得过去帮忙, 而且, 她也从不告诉我应该干什么, 她只是每次她在忙着什么, 而我又没帮忙的时候, 对我大喊大叫, 但是, 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还是非常快乐的, 阿妈这个人, 刀子嘴, 豆腐心, 至少对我是这样, 有次周五的晚上, 她命令我和她一起看一档电视节目, 是关于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之谜的, 而这种类型的电视节目, 正是阿妈的最爱, 到了情节最紧张的时候, 也就是让观众惊吓地跳起来的那一段, 阿妈突然把灯关掉了, 然后冲着我到耳朵大叫, 她之前看过那一期节目, 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她让我在那里坐了四十五分钟, 仅仅是为了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吓我一跳, 与阿妈住在一起, 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开始明白一直支撑着她的是什么了, 在那之前, 我一直不满的是, 我们在布兰东阿妈去世之后, 就很少去肯塔基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容易察觉, 但等到我开始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每年去肯塔基只有几次, 而且每次只是待上几天, 和阿妈住在一起的日子里, 我知道阿妈与她的妹妹罗斯, 一位非常仁慈的老妇人, 在他们的母亲去世后有过一次争吵, 阿妈曾希望能把家里面的老房子, 作为家庭团聚的地方, 而罗斯则希望把这座房子送给她儿子一家, 罗斯的立场有一定的道理, 住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那州的兄弟姐妹都不常回来, 所以不如把这个房子交给一个真正需要的人, 但是阿妈担心的是, 如果没有了这座房子, 她的孩子们和孙辈们, 在杰克逊就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阿妈的话也不无道理, 我开始理解了, 对于阿妈来说, 回到杰克逊, 其实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而不是可以带来快乐的旅途, 对于我来说, 杰克逊那里有我的旧, 老爷们是追逐乌龟的喜喜, 是从在俄亥俄州, 萦绕在我生活中的不稳定中, 脱身享受片刻, 的安宁, 到杰克逊, 意味着我可以和阿妈住在一起, 可以在三个小时的路上讲述病庭故事, 以及大家都知道, 我是大名鼎鼎的吉姆和邦尼的外孙, 但是, 杰克逊对阿妈来说却大不一样, 那里是她小时候时常会饿肚子的地方, 是少女时代, 因为怀孕丑闻而逃离的地方, 是许多朋友丧命于煤矿的地方, 我是想从别的地方逃到杰克逊, 而她当年正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到了晚年, 因为活动能力有限, 所以阿妈非常喜欢看电视, 她喜欢捕捉编辑的幽默和长篇的剧集, 因此有很多电视节目可供她选择, 但是她最喜欢的节目, 还是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的黑道家族回顾头来看, 这不关于极度忠诚, 有时还带有暴力的外来者的节目, 能引起阿妈的共鸣, 一点都不奇怪, 只要把人名和时间改一下, 节目里面的意大利黑手党, 看起来就非常像, 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哈特, 菲尔德和麦科伊家族之间的夙月, 里面的主要人物托尼瑟布拉诺, 是一个残暴的凶手,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 都是一个可怕的人, 但阿妈钦佩她的忠诚, 钦佩她会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荣誉, 而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这家伙杀害了无数的敌人, 而且还极度酗酒, 但阿妈对她唯一的批评, 只是关于她对妻子的不忠, 她总是到处跟女人睡觉, 这点我不喜欢, 那也是我第一次以旁观者, 而不是受众的角度, 感受到了阿妈对孩子们的爱, 她经常帮林赛和丽颖看孩子, 有一天, 她帮忙照料丽颖家的两个小女儿, 而且丽颖家的狗也放在后院, 当那只狗废的时候, 阿妈大喊道闭嘴, 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的表妹帮你, 罗斯就跑到后门那里, 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学着喊, 狗娘养的, 狗娘养的, 阿妈赶紧瞒山地走到邦尼罗斯那, 把她抱进了怀里, 虚, 你可别说这个, 要不我可就麻烦大了, 但阿妈说这话的时候, 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都差点没把话说全, 过了几个星期, 有次我放学回家, 问阿妈那一天过得怎么样, 她告诉我她那天过得好极了, 因为她照看了临栽的儿子卡梅伦, 她问我自己, 能不能像我一样说操, 我告诉只能在我家这样, 然后阿妈就轻声咯咯笑了起来, 不管阿妈身体感觉怎样, 哪怕是被废弃肿折磨得连呼吸都困难, 哪怕是臀部的疼痛让她几乎走不动路, 她从来不会拒绝和这些小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机会, 阿妈爱着她们, 而我也开始理解, 为什么她一直梦想成为一位, 为受虐待河北忽视的儿童发生的律师有段时间, 阿妈为了缓解那种, 让自己行走困难的疼痛, 而接受了一次重大手术, 因此她在疗养院住了几个月, 所以我就不得不独自居住, 幸好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 每天晚上, 她都会给零赛给利益, 或者是给我打电话, 每次都重复同样的要求, 这里的食物实在是太他妈难吃了, 你能不能去烫它, 可终给我带份豆宁馅的玉米卷饼, 确实, 阿妈恨透了疗养院的所有东西, 有次还让我答应她, 如果以后她出不去的话, 让我拿上她那把0.44英寸口径的马格南, 手枪然后冲她脑袋开一枪, 阿玛这事你可不能让我干, 我的余生都会在监狱里度过的好吧, 阿玛说道, 然后又想了一会, 那你这想法搞到点披霜, 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后来我们发现, 她当时接受背部手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她是有块宽骨骨折了, 当一名外科医生把这块宽骨修好以后, 她就又能站起来了, 虽然从那以后就用上了步行器或拐杖, 当我成为一名律师以后, 我常常惊讶, 我们当时居然从没想到, 因为这起医疗事故, 而状告那个给阿玛多余的, 做了个背部手术的医生, 但是就算我们想到了, 阿玛也肯定不会同意她, 她一直主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官司, 有时我每隔几天就能见到一次母亲, 而有时则一连几个星期音讯全无, 在某次分手后, 母亲在阿玛家的沙发上过了几个月, 而我和阿玛都很享受她的陪伴, 母亲尝试修补我们之间的感情, 只不过是用她自己的方式, 当她有工作时, 每次发工资的当天, 她都会给我钱, 我几乎可以确定, 她给我的钱远超她能承受的范围, 出于某些我所不能理解的原因, 母亲把金钱等同于感情, 可能她觉得如果不给我厚厚的一打零用钱的话, 我就感觉不到她对我的爱, 然而我从来就不在意那些钱, 我只是想让她健健康康的, 当时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也不知道, 我住在阿玛家的房子里, 我觉得虽然我的同龄人当中, 有许多都没有那种传统的美国家庭, 但是我家里的情况却比大多数更为不符合传统, 而且我们当时很穷, 这种贫穷的状况对于阿玛, 就像一块荣誉勋章, 但我却很难适应, 除非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我穿不上阿博, 飞骑或北美秃鹰牌子的衣服, 每当阿玛到学校接我放学时, 我也总是不让她下车, 以免让我的朋友们见到, 她穿着大而宽松的牛仔裤, 上身套着男人穿的T恤, 嘴里还叼着一支薄荷香烟, 如果别人问起, 我就撒谎说自己和母亲住在一起, 而母亲和我要照顾我生病的阿玛, 直到今天, 我仍然后悔, 太多的高中同学和熟人都不知道, 阿玛是我今生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等到我高二的时候, 我考进了高等数学班, 其课程结合了三角学高等代数, 还有微积分先修课, 我们的班主任罗恩·塞尔比,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 简直就是一个神话班的存在, 因为他既有才华, 对学生的要求又严格, 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 他一天也没落下过, 根据米德尔敦市高中的一个传说, 有次塞尔比组织考试时, 有个学生打电话威胁, 说在自己的储物柜里, 放了一个装有爆炸装置的包, 整个学校的人都被疏散到了外面, 而塞尔比去大踏步走进学校, 打开那个学生, 的储物柜把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 又大踏步走出校门, 把东西扔到了一个垃圾桶里, 我教过那个学生, 他的脑子根本做不出能用的炸弹, 塞尔比对赶到学校的警察们如实说, 现在请让我的学生们回到教室, 让他们完成考试, 阿妈就喜欢听这样的故事, 而且他虽然从没见过塞尔比奇人, 但是却非常钦佩他, 并鼓励我照他说的做, 塞尔比鼓励他的学生们, 购置一部先进的图形计算器, 当时德州仪器公司推出的八九型, 是最先进且最强大的, 我们家没有移动电话, 也没有上档次的衣服, 但阿妈还是给我买了一部, 那样的图形计算器, 这是阿妈的一堂重要的价值观课, 让我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努力, 投入到学习当中去, 如果阿妈能在一个图形计算器上, 花掉一百八十美元, 她坚持不让我出一分钱, 那我对待学校作业, 最好还是更认真一点, 这是我欠阿妈的, 而她也总是提醒我这一点, 你完成你们塞尔比老师, 留给你的作业了没, 还没那阿妈那就他妈的赶紧做, 我花了那么多钱买那个计算器, 可不是为了让你整天掉耳郎当的, 她阿妈住在一起的这三年时间没有剪断, 也没有打扰拯救了我, 我当时并没察觉到, 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 并没想到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 能让我的生活改头换面, 我没注意到, 当我搬去和阿妈一起住后, 我的成绩立马就开始好转了, 而我当时也没想到, 自己正在交往的将是终生的朋友, 在那期间, 阿妈和我开始谈论起, 我们社区内存在的难题, 阿妈鼓励我去找份工作, 她说那样会对我好, 而且我也需要认识到, 挣钱有多么不易, 可惜, 她的鼓励却被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处了, 因此她只好强令我去找工作, 我后来找到了一份, 在当地迪尔曼杂货店的收银员工作, 当收银员的这段经历, 让我成了一名业余的社会学家, 我们店里的顾客, 有许多都好像面临着令人发狂的压力, 我们的一位邻居每次都会为一点点小撮, 而对我大喊大笑, 没有对他笑, 把袋子装得太重了或是装得太轻了, 有些人来杂货店是匆匆忙忙的, 在过道间夺来夺去, 火急火燎地寻找某一件商品, 但有的人则是随意穿行在过道之间, 仔细地划掉购物清单的每项物品, 有些顾客满意, 大堆罐装和冷冻食品, 而有的人推到收银台的购物车里, 装得满是新鲜食物, 越是匆忙的顾客, 越有可能购买熟食和冷冻食物, 也越有可能是穷人, 我知道他们是穷人, 是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看出来的, 或是因为他们买食物时用的是食品券, 过了几个月, 有天我回家后问阿妈, 为什么只有穷人会买婴儿奶粉, 难道富人家就没婴儿吗? 阿妈回答不上来, 而我也要等许多年以后才会知道, 有钱人更倾向于用母乳喂养自己家的孩子, 我的工作, 既让我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阶级分化, 还向我灌输了一些仇恨, 既是针对那些有钱人, 也是针对我们的同类人, 第二慢杂货店的老板们比较守旧, 所以他们允许那些信用好的人收账, 甚至, 有的人的收账单金额都超过一千美元, 我知道, 假使我任何一个亲戚, 到这家店购买上千美元的东西的话, 都得被要求立刻结账, 我感觉在老板的眼里, 我们这类人比那些买完东西, 开着凯迪拉克回家的人要低一档, 我痛恨这种感觉, 但克服了它, 我告诉自己, 总有一天, 我也要用得上设账单, 我也知道了人们是怎样开福利制度的, 有的他们用食品券买两打汽水, 随后就减价卖掉以换取现金, 他们会把要买的东西分开结算, 用食品券买食物, 用现金买啤酒, 红酒还有香烟, 他们排队的时候还常常用手机打电话, 我怎么也不会理解,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 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 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 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 阿嬷专心地亲, 听我讲述在迪尔曼杂货店的经历, 我们开始抱着不信任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劳动阶级的人了,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挣扎之中, 但我们将就着过, 我们努力工作, 憧憬着更好的生活, 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数群体, 他们甘愿靠着失业救济金生活, 每隔两周, 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 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 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 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 买钉子牛排的频率, 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 我穷得不能给自己钉子牛排, 但在山姆大书墙之下, 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 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心态, 虽然我现在早已不像当年那么愤怒, 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阿玛口中的工人的党民主党, 并不是他们被吹捧得那么好, 政治学者们早已费尽了数不尽的口舌来试着解释, 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人们,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 从以前坚定地支持民主党, 转而坚定地支持共和党, 有的人把这归咎于种族关系, 以及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态度, 还有的人认为, 是因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 以及福音派对社会保守主义的控制, 对此的很多解释, 都是基于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所看到的事实, 正如我在第二曼杂货店所看到的一样, 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白人工人阶级开始支持理查德尼克松, 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印象, 正如某人所说的那样, 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们, 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 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 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 差不多在那时, 我们家邻居阿妈和阿公最老的朋友之一, 把我们家隔壁的那座房子, 提出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方案, 申请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 是一项政府项目, 向低收入人群发放可以用来租房子的贷金券, 阿妈的这位朋友之前想把房子租出去, 非常困难, 但当她的房子, 取得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资格后, 她立马就表示房子很快就能租出去了, 阿妈把此举是做一种背叛, 因为坏人们就能搬到我们社区来住了, 从而拉低房子的价值, 虽然阿妈和我一直在努力划清有工作的穷人, 与没工作的穷人之间的界限, 但是我们发现, 自己与那些没工作的白人有着太多的共同点, 即使我们认为, 他们给我们穷人招来了不好的民生, 那些接受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人们, 看起来与我们非常相似, 第一家搬到我们隔壁的女主人, 也是出生在肯塔吉州, 年少的时候跟随自己的父母北上, 以寻求更好的生活, 她曾交往过的若干个男人, 每个都给她留下了一个孩子, 但却从未提供什么帮助, 她这个人很不错, 她的孩子们也是, 但是她家的毒品和深夜争吵却显示, 他们家也在面临着, 太多乡下来的移民都深受其害的问题, 见到其他家庭也遭受着自己家那样的苦, 男阿妈变得又傲丧又生气, 正是在这样的生气之中, 阿妈展现出了自己社会政策专家的一面, 她就是个懒惰的婊子, 但如果有人强迫她找份工作的话, 就不会这样了, 我恨透了那帮匪, 这些人钱让他们搬到我们社区的蠢货, 她也痛慢我们在杂货店见到的那些人, 我不理解, 为什么那些一生劳作的人们只能勉强度日, 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 却能拿纳税人的钱买酒和手机, 这些是我那个心在低血的阿妈, 说出的奇怪观点, 如果她哪天抨击政府管的太多的话, 第二天可能又要抨击政府管的太少, 毕竟政府当时也只是在帮穷人们找住的地方, 而只要是任何人肯帮穷人, 我的阿妈都会欢迎, 阿妈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低收入家庭, 住房补贴, 所以她心里的民主主义还会重新抬头, 她抨击工作的稀缺, 并很疑惑是不是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的邻居才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 在更具同情心的时候, 阿妈会问,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有钱造航空母舰, 却没钱给每个公民提供脱颖治疗, 就像我妈接受过的那样, 有时候, 她会批评那些千人一面的有钱人, 她认为这些有钱人, 根本不愿意承担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 每次当地学校建设税的方案投票失败时, 阿妈都把这看作是, 对我们社会, 不能为像我一样的孩子们, 提供优质教育的控诉, 阿妈的不同意见, 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大相径庭, 看心情, 阿妈既可以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 这也可以是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因此, 我一开始以为, 阿妈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没开窍的笨蛋, 所以, 每当她开口谈论政策或是政治的时候, 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耳朵堵上,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 阿妈的这种矛盾有着非凡的智慧, 在那之前的我, 总是挣扎着在自己的世界生存, 而到了那时, 我能喘口气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 我就开始看到, 这个世界在阿妈眼中是什么样子的, 我既害怕又困惑, 既愤怒与伤心, 我也会谴责那些关闭门店, 和迁到海外去的大公司, 也会设想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不会也那样做, 我会咒骂我们的政府给予的帮助太少, 然后又怀疑如果政府帮忙的话, 会不会反而把事情变得更糟, 虽然阿妈嘴里的恶毒, 能赶上海军陆战队新兵营的某些教官, 那但他在我们社区看到的那些事情, 不仅仅是惹他生气, 而是伤透了他的心, 在那些毒品争吵以及经济困难的背后, 那些人们都面临着严峻的困难, 而他们也在受伤害, 我们邻居们的生活中散发着一种绝望的悲哀, 当你看到那位母亲只会咧嘴, 却不会开口笑的时候, 当你听到他家十几岁的女儿说起自己母亲, 把我做得屁滚尿流的那种玩笑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我知道, 这种别角的玩笑是用来掩盖什么的, 因为我之前也曾用过谚语有云逆来顺受, 最能领会这句谚语的非阿妈莫属, 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 母亲的挣扎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世界, 而是正在许多家庭里面一遍遍地重演, 这些家庭像我们一样, 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 本来是寻求更好的生活, 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 阿妈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山区的那种贫穷, 但是贫穷就算不是金钱上的, 至少是情感上的, 却一直如影随形有些事情, 是她的晚年生活, 与早年间的生活出奇的相似,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邻居家那个十几岁女儿的前景又如何呢? 当然了, 置身于那样的一种家庭生活中, 她的前景肯定不太乐观, 这就让我也扪心自问, 我自己的前途又将是怎样呢? 想要回答上面这些问题, 就不得不深层次地分析, 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我当时知道的是, 其他人的生活并不像我们那样, 在吉米舅舅家做客时, 我从来没注意到, 邻居们有大喊大叫的时候, 在利益和单住的社区, 房屋漂亮, 草坪休整, 警察过来的时候会笑着挥手致意, 而从不会把谁家的母亲或父亲压到警车后面, 所以我那时常常在想, 我们究竟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家人, 还包括我们社区, 我们的小镇, 以及每个从杰克逊搬到米德尔敦的人, 等等在那几年前, 当母亲被捕时, 附近邻居的门廊和草坪上, 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母亲被警车带走后, 还要跟自己的邻居们挥手致意, 更让人尴尬的了, 母亲当时的行为无疑, 非常极端, 但这种热闹事, 我们都曾在其他邻居家看到过, 这种事自有其规律, 如果某家只是普通的大喊大叫的话, 邻居们可能在百叶窗或遮阳帘后面瞄几眼, 如果事态再严重一些, 邻居家的灯可能就会打开了, 那是人们起床查看, 而如果事态到了失控的地步, 警察就会感到把某家醉醺醺的父亲, 或是精神错乱的母亲, 带到市政府大楼去, 市政府大楼那里有税务局, 有公用事业公司, 甚至还有一家小博物馆, 但我们家附近的小孩只知道, 那里是米德尔端市, 关押短期监禁犯人的地方, 我费寻旺时地阅读有关社会政策, 以及有工作的穷人的书籍, 其中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 威尔逊的真正的弱势群体, 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才16岁, 那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 但也能掌握其中的核心理论, 随着乘百万上千万的人北上, 到工厂工作, 那些围绕着这些工厂, 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社区, 虽然生机勃勃, 但也非常脆弱, 一旦工厂的关门, 那些留下的人, 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 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 那些能离开的人, 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 剩下的只有穷人们了, 那些剩下来的人们, 就是真正的弱势群体, 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 也不能从周围的社区得到人脉资源, 或是社会支持, 威尔逊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当时想写, 信告诉他, 他的书完美地描述了我的家庭, 然而, 他的书能让我如此地感同身受, 也很奇怪, 因为他的书不是在叫 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移民, 而是平民区的黑人, 与之相似的是, 扎尔斯穆雷纳本意义深远的脱离实际, 讲的也是黑人群体, 但用在乡下人身上毫不为过, 讲述的是我们的政府, 通过福利国家体制来加剧了社会溃败, 这些书虽然见解深刻, 但, 却没能完全回答营绕在我心头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的邻居不离开那个虐待他的男人, 他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毒品上, 他为什么就看不出来, 他的所作所为正在毁掉自己的女儿, 为什么, 这些事不仅发生在我们邻居身上, 还发生在我自己的母亲身上, 等到多年以后, 我才明白没有哪一本书, 哪一位专家, 或是哪一个领域能够解答现代美国, 发生在乡下人身上的问题, 我们的悲歌, 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 但同时也与心理学有关, 与社区有关, 与文化有关, 与信仰有关, 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 我们的邻居帕地打电话给房东, 说自家的房顶漏水了, 等到房东赶到时发现, 帕地上身赤裸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滥用药物使他神志恍惚, 不省人事, 楼上浴缸里面的水漫的到处都是, 原来这就是房顶漏水, 显然帕地自己泡了个澡, 吃了几片厨方只通骗, 然后就昏过去了, 他家的顶楼以及全家许多财产全都损毁了, 这就是我们社区的现状, 一个赤裸的隐君子, 连自己家仅有的那点财产也给毁掉了, 而可怜的孩子们却因为自己母亲的毒瘾, 而损失了自己的玩具, 另一位邻居, 独身居住在一所粉色的大房子里, 他身居简出, 简直是我们社区的神秘人物, 他每次出门时都抽着烟, 从不跟人打招呼, 而且家里的灯总是黑着, 他与丈夫离婚了, 孩子们都在监狱, 他胖得出奇,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时常在想, 他不喜欢出门, 是不是因为自己中的挪不动了, 在街上的另一家, 一个年轻女人, 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 还有他那个中年男友, 他的男友有份工作, 而他自己则是整天都在看, 不安分的青春, 他那个小孩非常招人喜爱, 也很喜欢阿妈, 每天不管什么时候, 有次甚至是午夜过后, 他都会溜达到阿妈家门口要好吃的, 那位母亲整天有那么多的时间, 却不看好自己家孩子, 以致于, 他随随便便就能误入陌生人家去, 有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尿布都没人换, 阿妈有次给社会服务机构打了电话, 以为他们能救救这个年幼的孩子, 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做, 于是, 阿妈只好用我外甥的尿布帮他换上了, 还得时刻警惕着, 以便随时发现他那个小兄弟, 我姐姐的一位朋友和他母亲住在一家联动屋, 他母亲共有八个孩子, 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 这可不多见, 他母亲从来就没工作过, 而且看上去只对生孩子感兴趣, 这是阿妈所言, 他家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机会, 其中一个女儿陷入一场虐恋, 在自己连买烟的年龄都没到的时候, 就生下了个孩子, 大儿子过量服用药物, 在高中毕业后, 没多久就被捕了, 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 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 我们无度地消费, 最后不得不住进旧纪院, 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 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的衣服, 但这一切, 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新日贷款, 我们花钱去买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 然后再把房屋抵押雕还钱, 最后宣布破产, 等到我们清醒过来时, 已经不得不离开住的满湿垃圾的房屋, 节俭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 等到尘埃散尽之时, 遭到破产打击, 或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后, 什么都没有剩下, 我们没给孩子留出大学的学费, 没有增加财富的投资, 没有失业时可以用上的应急钱, 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 有时候我们还因此深深自责, 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团乱麻, 我们互相之间大喊大叫, 大吵大闹就好像球赛场边的观众一样, 我们家里至少有一位成员滥用药物, 有时是父亲, 有时是母亲, 有时两个都是, 如果压力特别大的话, 我们会对彼此老权相向, 而且还是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 包括自己的孩子, 大部分时候, 邻居们都能听到, 你们家在发生什么倒霉的话, 邻居可能还要打电话报警, 以阻止事态的乐化, 我们的孩子经常被送去寄药, 但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 我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们道歉, 孩子们相信我们是真的很内疚, 而我们也确实是, 但接着过不了几天, 我们就又像以前一样的脾气暴躁了,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 等到成为家长的时候, 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学习, 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糟糕, 我们可能会因此对他们生气, 但我们从未给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条件, 比如说家里的和平与安宁, 就算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 从家庭的不幸中挺了过来, 他们也最有可能上的是离家近的大学, 我才不在乎, 你能不能被圣母大学给录取呢? 我们这样说, 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 就能受到既优质又便宜的教育, 讽刺的是,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说, 圣母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不仅更好, 而且还更便宜, 我们在应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 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话, 我们也干不长久, 我们早晚会被解雇, 不管是因为迟到, 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 然后再一去网上卖掉, 或是因为有顾客反应, 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 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五次厕所, 而且一去就是三十分钟, 我们经常在嘴上说, 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 但却告诉自己, 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 不供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 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 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 我们看到的世界, 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大谈责任感, 但自己却从不付诸行动, 就像这样许多年来, 我一直想要一只小德国牧羊犬, 母亲不知怎么给我狗来一只, 但这只小狗是我们养过的第四只狗了, 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训养它, 不到几年的时间里, 几只小狗全不见了, 被送到了警局, 或是送给一位家族朋友, 在告别了第四只狗之后, 我们的心肠已硬了, 我们学会了一点, 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什么太过依恋,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 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 而且还特别有效, 肯塔基州某些地区的人, 平均寿命才67岁, 比弗吉尼亚州附近地区的, 足足低了15岁,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 不同于美国其他的所有群体, 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 我们早餐的时候, 吃皮尔斯伯里的肉桂卷, 中午吃它, 可中晚上又吃麦当劳, 我们很少自己做饭吃, 虽然自己做饭不仅更便宜, 而且更有益于身心健康, 我们的运动, 仅局限于在小孩子试玩的游戏, 只有离开家去当兵, 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 并不是说, 所有的白人工人阶级, 都生活在挣扎之中,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阶级, 存在这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 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 默默的忠诚, 自力更生, 勤奋努力, 我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 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 与世隔绝, 愤怒不信任他人, 那时有很多人, 过的是我外祖父母那样的生活, 有的时候, 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出来的, 就算四周的家庭从里到外都是一团糟, 那位上了年纪的女邻居, 仍勤勤恳恳地料理自家的花园, 那位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年轻女人, 每天都回到那个社区, 去帮自己的母亲度过晚年, 我这么说, 并不是往我外祖父母的生活方式上, 贴近据我自己的观察, 他们的生活也是充满了各种问题, 而是想说明, 我们社区里面的很多人, 本来也该陷入挣扎之中, 但却活得特别成功, 我们社区有许多完整的家庭, 许多人家的晚饭餐桌上都是一片祥和, 许多小孩子用功学习, 并且坚信会实现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我许多朋友都在米德尔敦或附近, 过上了成功的生活, 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他们并不是问题所在, 而如果各位读者相信统计数据的话, 这些完整家庭的孩子也有着充分乐观的前景, 我经常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感谢阿妈, 我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社区最坏的一面, 而我相信正是这救了我, 只要我需要, 那里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总有一个深情的拥抱, 可惜的是, 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却没有, 有次星期天的时候, 阿妈答应帮忙照看丽宜家, 那孩子们几个小时, 丽宜十点钟的时候把孩子们送了过来, 可是我却要去杂货店, 上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八点那讨厌的一般, 我和孩子们玩耍了四十五分钟, 十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就动身去上班, 每次离开这两个小孩的时候, 我都非常心烦意乱, 甚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我当时想要的仅仅是和阿妈, 还有那两个小孩度过那一天, 我和阿妈说了,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阿妈并没对我说别他妈抱怨了, 而是告诉我, 她也希望我可以留在家里, 阿妈很少有这样对我感同身受的时候, 但是, 如果你想要那种, 可以在周末, 与自己家人一起度过的工作, 你就得去上大学, 然后有所成就, 这就是阿妈的睿智之处, 她不仅仅是干巴巴地说咒骂, 或是提出要求, 而是向我展示了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 一起享受周日的下午时光, 而且给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大量的社会科学都证实, 一个充满爱的稳定家庭, 能带来积极的效果, 我能随便列举出十几个研究来证明阿妈的家, 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避风港湾, 更给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希望, 描述适应性强大儿童, 即那些来自不稳定家庭的孩子, 因为有一个慈爱的成年人, 提供的社会支持, 而最终取得了成功, 这一现象的书籍浩如烟海, 我知道阿妈对我有好处, 但这, 可不是因为哈佛大学的什么心理学家, 如是说而是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回顾一下, 我在搬到阿妈家之前的生活, 三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离开了米德尔敦, 也离开了我的外祖父母和鲍博, 搬到了普雷伯尔县, 在四年级末, 我们又离开了普雷伯尔县, 搬到了米德尔敦, 麦金来街上200街区的一间联动屋, 在五年级末, 我们又离开了麦金来街上的200街区, 搬到了麦金来街上的300街区, 那时, 吉普虽然从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但已是我家的常客了, 到了六年级末的时候, 我们仍住在麦金来街上的300街区, 但吉普已经被史蒂夫取代了, 到七年级末的时候, 麦特又取代了史蒂夫, 而母亲也准备搬到麦特家, 并希望我能和他一起搬到戴顿, 等到了八年级末的时候, 他又强烈要求我搬到戴顿去, 而我虽然在父亲家绕了一圈, 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 九年级末的时候, 我搬到了肯德家, 和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以及他的三个孩子一起住, 除此种种, 还有挥散不去的药物滥用, 还有家庭暴力, 有儿童服务机构窥探着我们的生活, 还有阿公的趋势时至今日, 这段与我来说如暑假珍的生活, 仍能引起我心里难, 以描述的强烈焦虑, 不久前, 我发现我在脸谱网上的一个朋友, 在不断地更换男友, 不断地恋爱, 又不断地分手, 三周前刚发的一个男友的照片, 这周又发了另一个男友的, 然后又是在社交媒体上, 和自己的新欢互相激短, 谩骂, 直到这段感情在众目睽睽下, 走向毁灭, 她与我同岁, 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有次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对她好的男人, 她13岁的女儿评论道, 停下来吧, 我就想让你还有这闹剧停下来, 我希望, 自己可以给这个小女孩一个拥抱, 因为我理解她的感受,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我也是一直就想让那种闹剧停下来, 我对那些争吵, 那些大喊大叫, 甚至那些滥用的药物都不是特别在意, 我仅仅是想要一个家, 一个稳定的家, 我想让那些陌生人离我们家远远的, 现在回过头来, 看一下我搬到阿妈家的那段日子, 在十年寂寞, 我和阿妈一起住在她家里, 没有其他人, 到十一年寂寞, 我还是和阿妈一起住在她家里, 没有其他人, 等到了十二年寂寞, 我还是和阿妈一起住在她家里, 没有其他人, 可以这样说, 住在阿妈家时的那种安定, 给了我一种可以做自己家庭作业的安全空间, 可以这样说, 因为没有大人的争吵和那种不安全感, 所以, 我可以专注于学业和自己的工作上, 可以这样说, 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用在同一间房子里, 用在同一个人身上, 也帮助我与同学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自己有一份工作, 并从中学到了对世界的一些认识, 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事后看来, 这些解释都说得通, 我已确定, 每一条解释都自有其可取之处, 我觉得, 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心理学家, 坐在一个房间讨论, 他们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对药物滥用失去了兴趣, 为什么我在学校的成绩提升了, 为什么我在学习能力测验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以及为什么我能找到几位, 能激励我学习兴趣的老师, 但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 那时候我很快乐, 我再也不害怕, 每天结束时地放学铃声了, 我知道自己再下一个月会住在那里, 而且没有人的爱情决定, 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 真是由于有这种快乐, 我才会在过去的12年当中, 遇到了那么多的机会, 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 我报名参加了我们学校高尔夫球,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